如何与不同性格的人沟通 大家都知道人有不同的性格 那性格的分类方式其实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最常见的是星座 血型或者是生肖 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分法 其实这些都挺准的 也挺有趣的 只不过在用在沟通上会稍稍有点问题 为什么呢 就会你总不见得见了一个陌生人 先去问小姐 请问您的血型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开始沟通 那会有点怪怪的 当然你也不可以在讲话的一开始 就直接开门见山的问对方的星座 或者生肖来决定你怎么跟他沟通 所以说传统的分类方式当中 其实他们很有道理 可是很有用 可是在我们市场生活当中很难使用 所以我们今天想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方法 再借由看到对方的一些外观 或者说话的模式 你就知道用什么样方式 跟他们做最有效的沟通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性格的沟通方式 就是根据人是怎么接受信息的这种方式来分 那我们知道人有无感对不对 视觉 听觉 感觉 嗅觉 味觉 那在接受信息的时候呢 通常嗅觉跟味觉呢 在沟通上的用处会比较少 所以呢 我们今天集中在视觉 听觉 感觉 这三种分类方式当中 怎么人跟人之间沟通的 那当然我们 因为每个人在视觉 听觉 感觉都有 那我们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掉 了解到什么叫做视觉 听觉 感觉 所以我们待会会强调 百分之百的视觉 人者运作方式 百分之百听觉的 或者百分之百感觉的 那各位观众呢 再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 再去判断自己偏向哪一些 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 跟听觉的优先的人 怎么沟通 那听觉的很有趣 他不快 不慢 他其实在正中间的地方 在学校呢 也不会被归类为生 聪明或笨学生 因为老师讲一二三 他跟到一二三 四五六四五六 七八九七八九 那听觉的人呢 他跟在老师的速度 他不快也不慢 所以说在班上呢 也在属于中间的人 曾经 中间 那有趣的是 我们讲听觉的人 平常能够干些什么事情 一般在现实生活中 听觉的很喜欢做一件事情 就是听音乐 听音乐 他听很多的音乐 但是不要以为 我们好像都很喜欢流行音乐 那我就是听觉型的人呢 对听觉的 他的音乐的品位 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一般我们所谓的流行音乐 所谓的pop music 它不是给听觉型的人 它是给视觉或感觉型的人听的 也就是对听觉的人来说 是给那种不懂音乐的人去听的 那对听觉的人而言 所谓的pop music 对他而言是一定的噪音 也不能说完全的 他听久了 他实际上会说 如果他听了一个小时的pop music 他会觉得 哇我耳朵好痛 能不能关掉 我受不了 那听觉的 他听什么音乐呢 他分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是我们所谓的古典音乐 classic music 包括的古典交响乐 小提琴独奏 钢琴独奏 大提琴独奏 美声 和声 交响乐 全部 甚至声乐 都是属于这个范围当中的 对听觉的人 因为对他们对声音的要求度很高 敏感度很高 所以呢 他们可以听到每一个音乐 每一个乐器所展现出来的特色 以及丰富度 或声明力 这个是听觉的人 对classic music 古典音乐的要求 他们也可以听出整个音乐的美感 那除了在整个古典音乐当中 他们会喜欢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我们说的 重金属摇滚 hard rock hard cool 很吵很吵的那种 那种电吉他的音乐 特别是电吉他的声音 对他们真的是痴迷 他们从这种音乐当中 发现到音乐的生命力 活力 激情 就在重金属摇滚当中 所以说对他而言 这是两个极端 他极爱喜欢这种东西 所以说 这个造就了整个 对听觉的人而言 他对声音的敏感度这么高 所以对很多学习音乐的人 必须训练他的听觉 比方说他在当时 不止是乐器 在指挥音乐的指挥家 音乐指挥家肯定就是听觉很强的人 对不对 他在执行一个大型乐队的时候 他可以听到大型那个管弦乐队的时候 他可以听出第几排哪一个小提琴手 拉错了哪一个音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听觉 所以这是很精准的听觉 那我们讲说 那在现实生活中 平常他没事的时候 还喜欢唱唱K 对他而言 这些人因为他的听力很好 对自己的音准要求很高 所以他唱歌会很好听 可是如果他去唱K的时候 他不喜欢跟太多人去 因为跟一群朋友去 有视觉的 有感觉的 他会很受不了 因为视觉的人 他在唱歌 自己走音的完全不知道 这是最可怕的 因为他唱歌的时候 最主要是很多人 自己走音听不出来 那对听觉人是太受不了了 那对感觉的人而言 他自己为了要唱好歌 他把每一首歌练得很好 放入了极丰富的感情 其实我说极丰富 其实是过度的感情 那对听觉人一听 这个感情太多了 鸡皮疙瘩掉一地 对听觉人完全的崩溃 所以说听觉的原则上 不会跟太多朋友去唱K 除非他找到几个好朋友 真正熟悉的朋友 他才愿意去唱K 都是听觉人 他们才愿意去唱K 所以他们唱歌 最大的特色 声音真的是好听 又美 那一般而言 在现实生活当中 如果他去买衣服 我们讲 那比方说视觉的人 他会看感觉 他会摸 对视觉的人 对听觉的人 他最大的困扰 就是他自己也看不出来 哪一件衣服好看 也摸不出来哪一件衣服舒服 那怎么办呢 通常他会带一个好朋友或家人 跟他一起去买衣服 所有的意见问朋友 这个朋友跟他说 他要选哪一件 不知道 朋友帮他选 选完之后 他也自己 朋友问他说 试穿了之后 他也不知道照镜子该不该好看 所以他也是为朋友 你说好不好看 朋友说好看 就是好看 如果不好看 就不好看 所以说 他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分辨 好看不好看 舒不舒服 他也不知道 他必须靠别人告诉他 那有趣的是 如果说他去买房子 那买房子呢 什么东西对他很重要呢 安静 就是噪音对他会无法忍受 所以房子的安静度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他买了一套房 如果你的房子 你带他去看在火车线旁边 在高速公路旁边的 对他而言可能太吵了 他极度不喜欢 他要的就是一个安静 安静无声 他可以听 甚至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说 不过如果你带他去的房子呢 都是很吵的话 确保你们的玻璃门是极度防噪音的 对他也会很大的协力 就是封闭性非常好的 那他还能接受 所以也就是说 那个噪音是他最不喜欢的东西 那一般而言 普遍上西人 他的所谓的西人 就是我们说拉丁语系 或英文语系为主的国家 包括你的华人第二代 如果他不会讲中文的话 那我们也归类在这里面 这些人会听觉的人偏高 听觉的比例会高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你会看到英文很简单 26个字母拼出来 如果你听到一句一个字 人家跟你讲了一个英文字 你不认识这个英文字 可是你可以借由他发音的方式 把这个字写下来 大概拼出来 那你看到一个英文字 你从来不认识他 可以根据他的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 你大概可以念得出来这是什么字 他完全靠声音拼出来的 所以说造就了在西方世界当中 英语系拼音为主 为国家当中 听觉的人偏高 那这就你看我们比较一下 华人 我们中国的古传统音乐 跟西人的传统音乐 在中国的传统音乐里面 它的基本音只有五个音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人五音不全 而在西方的世界当中 音基本音就有七个音 那因为我们对声音的敏感度的差异 造就了两个音的差别 那我并不是说西方的音乐比较好 或华人音乐比较不好 并不是 只是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沟通 什么东西占了绝大多数 而造成了对声音的敏感度 有一定的偏差 所以说这个是对听觉的人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人 是一个听觉的人呢 或者然后我们再说 怎么去跟一个听觉的人沟通呢 其实听觉的人也很好判断 他通常是说话的声音会非常的柔美 也就是说非常有节奏性 语音语调非常好听 所以说确保你在跟听觉的人讲话的时候 把你的口气放合话 如果你的讲话不要太大声不要太粗 讲话用字稍微太用力太重 对听觉的人而言 他会感觉到你好像很生气 你怎么会这么粗鲁 所以说把你的语音语调放得柔顺一点 缭合一些 第二个跟听觉的人讲话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千万不要摇晃 随便摇晃你的身体 就不要这样子晃来晃去 比方说有些人很自然的 很不自觉的讲话 他会很不自觉的 因为太过紧张 或太过什么样 会很不自觉的在那边摇晃 摇晃摇晃 或者我们最多的就是抖 抖身体 抖身体或抖脚 那你要知道听觉的人 看到这个样的反应 他的反应会说什么 如果你跟他够熟悉 他直接会跟你讲一句 他说你很吵 他不是说你会让我头晕 他会说你很吵 因为你的晃会让他觉得很吵 因为对听觉的人 他听到声音而言 是听到一个频率 一旦你打乱他的频率 那你就糟糕了 他就完全无法专注在你的讲话上面 所以说对听觉的人 你跟他谈话 一定要有调理性 要有节奏 他可以跟随在你的节奏当中 每一个东西听清楚 你在跟一个听觉的人生活在一起 注意你生活的节奏 有一定特定的节奏 他会跟你生活得很好 那同样的跟听觉的人 去沟通的话 记得 全言密语很重要 也就是说听觉的人 会很注重你讲的每一句话 所以你经常讲一些好话的话 会让听觉的人非常开心 同样对听觉的人逻辑性很重要 那你跟他讲话 有一定的逻辑性的时候 对他而言也很容易接受 所以说你把逻辑性安排好 然后讲过程当中 增加一些甜蜜语 他对他而言是很受用的 好 这个就是跟听觉的人沟通 那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好像我听完之后 会发现我听觉也有 视觉也有 感觉也有 对 只要不是龙子虾子 植物人这三方面 你肯定都有 那这也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性 造成我们的世界的千变万化 那要跟不同的人沟通的话 我们必须要遭受 它的主要的一个特征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是主要特征 要再更精准地知道 每一个人的视觉听觉 感觉的比例的话 那就需要一套评测的工具 来更精准地去了解 好 谢谢 感谢观看